现任华裔兄弟传播集团的总裁王忠磊 她有一个优秀的女孩叫王文也 王文也不仅含着金钥匙出声 而且自己也是一个聪明过人又懂得努力上进的姑娘 学习成绩也十分优秀 今年才仅仅20岁就得到了美国著名艺术中心 设计学院抛出的橄榄枝 建筑一片大好 王文也自身的优秀 加上父亲这棵大树的庇护 小小年纪生价就已经超过了50亿 据说王文也也有一阵子非常喜欢明星韩庚 在王文也过生日的时候 突然想邀请韩庚来为自己庆收 王文也的父亲知道后只打了一个电话 就让他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这是一个丑女狂魔 当时掩热了多少人 要知道让明星韩庚庆生 这可是多少少女的梦啊 娱乐圈的大哥大成龙 在见到王文也的时候也十分的尊敬 并没有因为王文也的年纪而轻视他 就连合影的时候也表现出来 在照片中可以明显地看出 虽然两人距离很近 可是成龙大哥都没有触碰到王文也 我们猜测成龙大哥只是处于一种绅士做法 可是成龙大哥对于别的女明星 哪有如此客气 这样的派头 使得小姑娘更加光鲜亮丽 王文也真是手握人生的一副好牌啊